大家好,今天會做一個250美金曲奇 首先看看材料表 首先將染物片磨成粉末 盡量磨細一點,曲奇的口感會比較好 將室溫的母鹽牛油打發 其實這個食譜是源自一個都市傳說 在90年代後期,有一封電郵不停給大家轉發 電郵內容是有一個女生在Layman Marcus Cafe吃飯 之後吃了一塊曲奇,覺得很好吃 於是就問試應可不可以給食譜 試應說不行 女生說可不可以讓我買一個配方 試應說OK 女生說那多少錢呢? 試應說$250 女生答應了 30天後,女生收到信用卡的月結單 就收了285美金 當中包括了兩份沙律和一條20美金的圍巾 當她再看下去,看到曲奇食譜是$250 她就崩潰了 她馬上打電話給Layman Marcus 跟他們說當時試應是$250 所以我以為是$2.5美金 不知道是$250 可不可以退回單嗎? 職員就說不行 因為我們怕別人複製我們在曲奇 所以我們的食譜是很貴的 而你已經擁有了我們的食譜 所以我們是不可以退回單 女生就說 好吧,你們有$250 現在我就會令到我失去的$250 變成我的樂趣 我會令到全部曲奇的愛好者 都可以得到你們$250美金的曲奇食譜 職員就說希望你不要這樣做 女生就說這是我唯一可以做到的事 所以為了報復 這個女生就把食譜傳給很多人 一傳十,十傳八 這就是個都市傳說 這個版本就是Layman Marcus的曲奇 其實有另一個版本是Mrs. Fields曲奇 其實故事也是一樣的 食譜也是一樣的 都市傳說我們就不要探究它真還是假了 曲奇好吃就行了 看到無鹽牛油打到淡黃色 就可以把白砂糖和白砂糖分兩次塞進去 可能你會看到有幾粒大的白砂糖 剩下了在塞上 如果你用手都揉不開它 就不要用了 那顆砂糖 打發到它輕身就可以了 大家都知道 拋打粉和梳打粉都是化學膨脹劑 即是發粉 其實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首先說一下梳打粉 它是一些鹼性物質 它一遇到酸性的物質 就會有一個化學反應 中和作用 中和作用 產生二氧化碳和水 直到完成酸鹼中和 酸性的食材 就有朱古力 檸檬 黑糖 乳酪等等 因為中和作用是自然反應 所以它不需要提供能量 例如加熱去完成這個反應 因為完成反應的時間很短 所以你下了梳打粉的食譜 就要立即進入腦局 否則就會很快沒有氣 若你加入了太多梳打粉 就會令食物有苦澀味和鹼味 那拋打粉又是什麼呢 拋打粉是由三分一的梳打粉 三分一的酸性物質 好似Cream of Tata 和三分一的粟粉組合而成 它有一些雙重的膨脹劑 第一次作用是在它和液體混合的時候 它就會釋放出部份的氣體 第二次就是當它進了爐後 當氣溫變高 它就會有一個化學反應 就會釋放出剩下的氣體 所以為什麼有些食譜 就算它有酸性物質 它也不會只用梳打粉 也會用拋打粉 用過膠刮清一下碗邊 然後就可以將蛋液和雲呢奶香油攪拌 然後加入牛油度繼續打發 打發好之後也是清一下碗邊 用膠刮 然後就可以將一半的麵粉 和剛才打的燕麥粉 放進去 用膠刮把它們攪拌 然後就可以把剩下的粉 攪拌到一半 就可以把朱古力粒 和切了的朱古力碎 一起攪拌 這樣是為了攪拌的次數減低 之後就可以用一個小號的雪糕筆 一個個球體在牛油紙上 或者如果你沒有雪糕筆 可以用手把麵糰搓成一個球體 然後就可以拿去焗 1-90度焗6分鐘 出爐的時候 如果你摸它 你會覺得軟軟軟的 就不要動它 把它放進鐵網裡攪拌 待它攪拌至硬身 就可以吃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按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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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然後就開始把它推廣 照片 airbor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